大家好,我是艾元神 今天给大家带来暗驱突围 蓝改枪体验 苏联制762口径最强的后座 但也更极端了 只有83年定型依旧苏联制造的RPD 值得一提的是 隔壁塔早在过年前就出这把枪了 但是并没有脚架架枪系统 请保110先打在公屏上 比如说正题 我们先来看看这把枪的数字 枪数不超过8000个 一速刷解13% 射速690 射速690 射用近年流入的AK大 总体出的数值给的较低 除了机枪隐瞒高射程的精准外 后座只有可怜的5132-33 M2S的满改后也只能到 吹磁71水平61 后座是比较飘的 不过两脚架能给到恐怖的数值加成 无领计较后最高能达到89-85的后座 也就是说这把枪的M249 可以装握把机动不懂 更替的人机和后座 意味着它更极端 一手架枪流程能有可观的收益 不模化成现大火 后头有RPD转介 然后装上PD枪托 它的导轨比较短 不能装竞架 所以我们放一个四倍锦 然后再给它装个宵夜 那么满改的架桥的RPD就改装好了 视频做不易 反正各位看惯投个B点个赞 不说废话 咱们直接开始实战 这一集咱们玩的是三鼓 手里两个100%弹鼓 打的是BB的 因为三鼓的特效 所以我们脑袋上也是长了个眼睛 从这一集能路过最低峡谷的时候 听到另外一遍有个脚步 根本直接往地上一趴 铠甲 一个垃圾斩 没啥拿的 然后我们来到 巨像架枪 一开始还以为前面那个是人家 但是看了眼发现在嗑药 然后我们想架枪又点不出来 这一趟是架枪的B点了 不过最后还是给它打死了 反正这个一听到下面有个脚步 做枪没叫的时候 压起来是真的飘 丢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听到临终小五有动静 抬近看到人直接趴下架枪 我们脚票这个 是把110先拿上 刚调完一个爆 下差又来人了 这么远的距离赶紧趴下 我们远点抽到的 这个别墅包团是同行 枪拿了 像这个劳逼的 是把M4也带上 临终小五那个爆 被别人套的跑掉了 让我们直接处理下一把 第二局咱们照常从世界镜头来到房车 本来是要去G3两 突然听到有脚步往我们追来了 我直接就是一趴 割下又该如何应对了 接着一个4导B90枪拿走 稍后在G3没看透着 刚先了一下旁边人讲 连上突然就串出来一个 在这一个火套满改法老 装备都拿走 刚刚的一个潜传 怎么背包快满啊 本来是想去工厂车里的 但是滑包一半 助人底线拉了 那这种情况呢 肯定是给他嘎了 刚准备上庭院架下里面 然后人就跑出来了 就在我下面 我对 好像上来 赶紧趴下 下折了 还好我记购一筹啊 这个背包也是一言难尽 油画包张好执行器快撤了 我们也跟着走 两棘导管当然应该对脚架 在玩法心里有个大概了 那么第三把 咱们来试试玩进攻的 脚架欢喜我 告别下了 抓红点 看实战怎么样 再一局咱们复活在谷 这边现在不少人了 闭管呢也没人 所以我们直接来到麦田小屋 不过啊 这边也是特别的暗记 这样我以为 这把人机局的时候 一把A上 直接就在前面响了 不确定对面距离什么位置啊 所以呢 咱们现在蹲一下 左边一个角 应该是麦田小屋呢 再等等看 还有没有人 一共两个人 这边没从玩架 他们肯定会往前压 等一波先手啊 六边嘎了一个 就剩左边A叉了 直接忙 这根本是个五套 绝对单的这真相 可惜让他塞了 枪甲拿走 另外一个是五套二十九 贾纳的枪裁掉 刚才这一队 蒙堂就彻底安静了 感觉有点不对劲 宽的装甲区 发现一个盒子啊 很难以为是特遣人机 这个达克特吉卡 好家伙 一个五套 满改A5C 被人机打死了 总的来说 阿比利这把枪的强度 是比较正常的 架枪模式下非常稳 但如果放进架枪 后座力就很高 具备装弹握把和基础剂 否则高倍是肯定打无重能的 不过相比二十九的无后座 阿比利这种的子弹 创造会伤害更强 两把架各有优势 就看你喜欢哪一种了 记得关注再走哦